少主公 听闻昨夜洛娘子 被她的父母兄弟 从家中赶了出来 他们落实在宣誓麾下 当差多年 本想借着东宫储君发达 谁知前太子被废 宣皇后自请被囚 他们就想着借女儿 再攀上少主公这根告知 这次 少主公送她嫁妆 责令她招婿 恐怕洛娘子这次 真的是走投无路了 少主公 这 是 霍将军 家父对妾说 将军送了面铜镜 和几箱嫁妆给妾 说会帮妾 在西北昭郎序上门 妾惶恐 不知自身犯下何错 还请将军收回成命 我以为你是聪明人 而聪明人 要懂得适可而止 在西北 我曾与将军相伴 将军 难道都忘了吗 相伴 我曾与另一女子相伴过 一道用犯 一道说笑嘲浪 耳病思膜 那才叫相伴 在西北之时 我把你撵出军营 你住在军营之外 伺机溜进军营 为我将洗衣物 你我连面都不曾见过 我返回都城之时 你伪随大军 奸臣赶位 我连话都未曾与你说过 我问你 何来相伴 是 霍将军对妾无异 但妾认为水地实传 你总会改变的 你看 三年前 你连营帐都不让我接 如今 你看我的脸色都好些了 为何你就是不承认呢 够了 别再自欺欺人了 如今杜城中 人人皆知我即将嫁于霍将军 若是被他们知晓 你不肯娶我 我还怎么做人呢 看在我自幼仰慕你的份上 还请纳了我吧 父亲也行 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你若现在回去 我可在家两车嫁妆 你若再纠缠不休 我便命人 即刻送你回西北 霍将军 将军何必逼人太深 我只是喜欢你 难道我也有错吗 那贾七郎 又有何错 我 是你杀了她吧 你 我什么都没做 你不能血口喷人 西北人人都说 贾七郎娶了天底下最贤惠的女娘 可我却知道真相 贾七郎的弱症 虽是娘胎里带来的 但还不至于在二十岁就要了她的命 是你谋害了她 至于是用什么方法 还有我再说吗 是不是因为承招生 你是不是还忘不了她 所以才拒绝我 与你何干 你怎能这样待我 这么多年 难道你对我 没有半分清理 对 即便没有陈上伤 什么事 什么事 我让你不想要 你真的可以 与你怎么说 我没有想要 你不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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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过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